船在嘉義布袋外海行駛 翻彈的海浪泛著藍光 在海上藍眼淚的美景 布袋的餘温也看得到 周圍一片漆黑 晚上水車打水時 旁邊出現藍色微光 看起來相當夢幻 餘温主人也覺得很驚喜 但是要到晚上的時候 你經過老洞 它就會發光 就是有很神奇的現象 地點是不一定 但是在這個季節都會出現 紫水會出現藍眼淚 是夜光蟲 隨著海水進入餘温 水中營養和浮游凍植物豐富 加上近期沒有雨水 夜光蟲大量繁殖 造就藍眼淚在布袋温現身的美景 盡量不要自己單獨來探訪 因為一來温温不好找 二來就是路太暗 然後也容易掉進水溝裡面 最近其實我們很久沒有下雨了 氣溫比較熱一點點 所以比較早出現 不只是在台南 花蓮清水斷崖 也出現了藍眼淚 清澈的水面 遊客在體驗獨木舟時 發現水面下白色發亮的小點點 藍眼淚美景讓人去之若霧 在國旅大爆發的期間 也多了個朝聖重點 307位廖高雄旅燕和陣風 嘉義花蓮綜合報導